问一下你在这些戏份里面 有没有感觉了一场戏特别难拍啊 对于您自己来说 我觉得整体真的说 对于我个人来说 难的还是攀岩的那一段戏 对因为当时真的非常 然后我跟黄老师当时那雨 雨我们下了也非常大 然后同时还有攀岩 如果攀岩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攀岩的时候如果有水 其实是极其困难的 特别是在户外的时候 所以在拍那段戏中 我刚好人就要克服身体上带来的这样的 相视一下 然后同时还要表达很极致的 这样的一个情感 对那块也是挺 请问一下您两位 自己的父子关系中 相处有没有自己不到的这个方式 我觉得我们在电影当中 其实就真的是很传统的 这样的一对中国父子的 这样的一个形象 我觉得很多时候羞于去表达自己 然后缺少沟通 对其实很多时候分次之间的矛盾 其实就只是差一个谢谢或者一句道歉 其实就这么简单而已 对 非常开心可以这次跟黄老师合作 我觉得黄老师是一个 特别可以给对手带来安全感的 这样的一位前辈 然后整个拍摄过程中 也一直在鼓励我 然后相互鼓励一段 一起每天去面对很多困难 然后我觉得小红和老红 我觉得是一段非常传统的 中国式父子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缺少沟通 然后羞于去表达很多内心的想法 对 我们给点时间让我们上磨茶 谢谢一切我们的观众 表现出这么好的理性 然后表现出这么好的这个知识馆